来自卖税财经的报道 欢迎你们继续回来伊人电台 我是你们的健康小助手伊人 对于大多数的人群来说 你只要适量地去饮用咖啡 基本上是不会引起什么健康的问题 也是安全的 如果你想更健康地去饮咖啡 一定要留意以下的四点 第一作为精明消费者的你 一定要避免长期选用速用咖啡 我们看回速用咖啡上的营养标签 你会看到在标签上包含了很多添加剂 例如有人工香精、直脂抹等等 其中直脂抹含有反式脂肪酸 长期的涉入可能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人工香精和其他添加剂 也可能会加重我们身体代謝的负担 对我们健康产生负面的问题 第二,尽量选择黑咖啡 我们称之为齋啡 聪明的你一定会想知道为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黑咖啡的热量非常低 以及呼含豐富的抗物质格和抗氧化物 第三,我都明白口味的东西就很过人 而齋啡可能会因为它本身的苦味 令到很多人都难以接受 从而选择加糖、加奶、加巧克力、焦糖等等 进行一个味道upgrade 其实我想说完美才是你的最佳选择 因为最熟和最简单 第四,就是不适宜饮用咖啡的人群 到底有哪些呢? 你有孕婦即是大肚婆 保育期的妈妈即是胃奶的妈妈 有小朋友、未成年人、骨质疏松的患者 即是消化到疾病的人、吃着药的人 甚至是对咖啡因过敏的人 以及有失眠的人 其实他们都不适合喝用咖啡的 最后就是饮用量的问题 一天最好就不要超过三杯 因为喝得多 咖啡因会令到你的皮质唇果高 而且咖啡因要完全在身体代值的时间 是需要8个小时 所以我都不是很建议你在晚上喝咖啡 如果你要通顶就另计了 最后就是根据大数据所提供的最佳饮用时间 是借你在上午的9点半到11点去饮用 好了好了 小知识我就分享你完了 这里是你的Ian电台 多谢你的收听 多谢你的支持 拜拜